你 记得那年初期夜 你回家看你去 有辈你去 只是鼻子骂你是走狗 再次把你赶出家门 你独自一人 坐在对面的山坡上 一动不动 远远看上去 你身上披着一层厚厚的白血 就像是 三舅小时候 晚上跟我对待些人 那天天很冷 但张大心里知道 三舅他心不冷 还有热 你呢和李不同 也轻和不同 你是大宋少年将军 血腥军人 你这一生最忌讳 别人骂你走狗 如此在意 就说明你不像一辈子 都背负着走狗的麻眠 张大贵求孙大人 为我月圆水之灵魂 为我大宋黎民百姓 舍命一步 来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